各位伽向未來的觀眾你們好 又和大家見面了 這個星期我們特別一點 我們這次有一個對談會 我們主要想說一說近期一套 引起很多人關注的一套紀錄片 因為知道一些文明的情況 為什麼要說這套戲呢? 因為大家知道這套戲 也挺能夠引起話題的 我記得我在10月22日看完倫敦的放映禮之後 我就在跟著星期向未來講了一些我的看法 跟著寫一篇文章 之後陸陸續續都見到討論相當多 剛剛也在過去的星期六 他參展了台灣的第六十屆金馬獎的競逐 就被提名為這個最佳紀錄片的一個候選的電影 大家記得去年第五十屆金馬獎 另一套都是說2019抗爭事件的電影 《前代革命》就獲得這個最佳電影 所以這次大家也有些人都期望幾高 但是很不幸這套戲就拿不到獎 但是這套戲播了一段時間 也引起了一些討論的 這個討論過程裡面 因為這套戲本身也是有些特點 它是紀錄片 但是同時也有相當多的電影製作手法 據說這套戲也是在2016年開始籌拍的了 後來2017年開拍之後 經歷了五年時間 中間也要眾籌 找到六千多人資助他 就籌了一百多萬這樣 這樣就開拍的 那套戲拍之後的評價算是相當不錯的 在很多地方都入圍了一些不同的影展 在蘇萊西、倫敦、在美國紐約 這些都是拿到一些獎 一些入圍的起碼都是 也拿過一些獎 所以這次也競逐了一個金馬獎 很不幸就拿不到 我們今天就希望就著這套電影的問題 就討論一下 為什麼要討論呢 因為這套電影原來最早的時候 是因為2016年開拍的時候 是未有2019的抗爭事件的 據說當時最早這套電影拍的時候 原本用的戲名就叫做1467 即是既說2014年的抗爭運動 即是那時的預察運動 第二就是從67年到2014年 後來因為發生了2019的抗爭事件 也包括了2019的元素 所以這套電影才可以再改名 就叫做一一支島 我想一說到67事件 大家自然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因為這意義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也是香港社會歷史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噴水嶺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了兩位熟悉的嘉賓 一位就是很資深的評論員 陳祥先生 也不需要怎麼介紹的 第二位就是留隱蔚導演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認識他的 他在幾年前拍過一套很重要的紀錄片 說六七暴動的 就是那個《消息的檔案》 也一樣 《消息的檔案》也沒有辦法在香港正式公映 只能夠在社區和不同的場合播放 今天就找到兩位 因為兩位都是對六七暴動有很有研究的一些 也是專家的 導演拍過一套很詳細 也很有意思的電影 《消息的檔案》 陳祥後來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也挺厚的 我也搬了過來英國 就說到六七暴動和吾迪州斯坦那本策子的關係 所以今天就想請兩位 講一講你們對這套電影的看法 以及對電影的內容的一些回應 首先第一件事 我都留意到 這套電影都在各地繞了一個圈 你們兩位都作為一位 對六七暴動事件頗有認識的人士 我留意到你們好像一直都沒有怎麼提及 討論那些電影的 我想了解一下兩位對於這套電影的背景 有沒有什麼人不知 還有你們對於這套電影出來之後 現在這個情況有什麼整體的看法 請求先了 請求先了 或者羅導演說先了 羅導演比較早接觸他們 好的 其實是兩位監製找我先的 我再看一個時序 就是說我現在先講最初宗教授講的這部分 兩位監製就是Peter 任監製 他是在電影裡最接觸的 另外就是Andrew Andrew是十年的監製 當時聯絡我的時候 其實就是Andrew Andrew我認識他的 Peter當時不認識他 當時就是2020年的6月10日 當時剛剛他們開始眾籌 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剛剛眾籌的時候 是2019年他們後面 元旦壓下來 不可以再做任何的活動 所以當時眾籌 我還很記得那條片 三位站出來 講的是一個關於自由的電影 然後他們這樣的眾籌 太多星期左右 Andrew就找我 就是蔡廉銘 我們就約了 約了兩個星期 因為他們說 有一些關於六七的議題 想大家一起溝通一下這樣 或者背景可以說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要找一找程先生 看看他有沒有意見提供 程先生當時在美國 因為疫情他回不來 聽到說有一個電影關於六七 我們就很樂意 提供一些六七需要關注的東西 程先生就做了列表 做了66年的澳門1、2、3事件 以至於六七暴動應該關注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說 不如大家夾一個網上溝通 那就是說兩位監製 我們兩個約了導演 約了整整兩個星期 導演都沒有空的 所以最後就是我和兩位監製 就在突破中心談談了三個小時 大家都很坦誠 說我們對六七暴動在電影中 能夠表達時候的關注 原因就是他們當時鎖定的人物是石中英 石中英是一個筆名化名 他有很多真名的 很多個都是真名 楊向傑 楊宇傑 楊國良之類的 因為當時聽到這個人是一個主角 我們就有比較大的擔心 因為為什麼呢? 眾籌的時候 那條片是說什麼呢? 那條片是全部反修例的鏡頭 有人偷渡的鏡頭 沒有提過六七暴動 兩位監製就說我們沒有宣傳六七暴動的 我們就是在說一個抗爭 和說當時游泳下來的人 我看那條片 其實他們說的是一個作品 說三個經歷香港大時代的人 他們過去的抗爭經歷 怎麼影響今天他們呢? 然後這個是陳子豪導演所說的 然後說會用2019年的抗爭者 來去演繹他們 然後監製就說這個是一不確定的年代 很多人覺得是徬徨 希望大家支持這個電影 是為香港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發聲的 然後任監製Peter就說 已經準備參加很多提案大會 講香港抗爭故事 用電影紀錄時代 因為當時剛剛開始那個眾籌 大家都很關注 我想我身邊所有朋友都有參與了 我支持這個項目的 因為覺得為時代發聲很重要 十年監製蔡廉明的整班五個導演的作品 十年我們一目共睹 我們對他很有信心 任監製監製過的包括地後天高 是梁天琦 跟著陳小雲導演之前有亂世備忘 大家都很有信心 覺得他們一定很有誠意 但是跟著就是石中英這個人 我們就有聊天的時候 他們有說拍了多少 拍了很多 然後那些場口包括四川去鎮災 包括中英街一號 還包括沒有出街的維也納包場唱紅歌 大陸很多藝術家都有在那邊包場的 做一些作品 然後充分演繹 然後自欺一番 然後維也納還有陶傑同行的 陶傑才子 陶傑就是很早 2011年開始石中英找他寫劇本的 甚至寫《自傳》的 劇本是寫英文版 因為想接觸其他國家的人士 來做平反的工作 所以四川的那個鎮災 就是很早用捐款的形式 金文泰的畢業生 用捐款的形式 在學校有一個獎 叫做中文獎的第一名 然後再捐錢是一些課室 然後金文泰的學生 就跟著這些團隊去北村 這個交流後面當然會受很多的目的 我聽到就覺得很不安的 我就說他們平時是怎麼樣來連結的 在2014年的時候 我記得中英街1號出街的 出這本新書的時候 這個新書會在中資的書店做書會 羅冠聰、鄧小華坐下去 整班YP很開心 我們跟他們一起坐 就是說背後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等於2014年 2014年的學生愛香港出來 我們一樣 在我們很多場的放映 恰恰在不同的大學 我們這個放映可能有兩個月左右的安排 他們的YP1967只是講YP的故事 不講反思沒有任何當時他們involved的罪行 就是講他們後面受到的痛苦 坐牢又有了個案底 這些片段每一次都在我前面的 然後主辦方會告訴我 他們的分享嘉賓 譬如其中一位因為拿炸彈判監的一位學生 當時叫做五美年 他說他等於黃之鋒、黃浩銘的 因為我們都很年輕 我們都愛香港 就是說這些片也好 YP1967也好 每一條片 他們充分努力地將自己和雨傘學生 拉在一起 所以我聽到他們這樣拍的時候會有很大的擔憂 程先生就有更大的擔憂 因為他對歷史很熟悉 對他們的手法很熟悉 我們就講了很多這些擔心的話 李三濟就說 當時在我們三個小時的會面裡面 他說我們不會用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不會用一個人代表六七的 還有我們都很理解石中英過去所做的工作 他是有很多面性的 當時我就說其實六七有很多人 有很多有反思的人 當時2020年 我所採訪的六七的老人家 有很多在2019的遊行隊伍上面 我想說就是說 如果要有六七的人物應該是很好的 就是有不同的時代 找一個有反省的人 找一個或者兩個 做我們香港的歷史 這件事就會很好的 我就說石中英做的十幾年的平反工作 做得有聲有色 每逢跟他一起合作的學者 記者、導演、劇場人 都很充分合作 他都讚不絕口的 我是唯一一個他覺得是不滿意的 那個消息檔案 我都聽不到有哪一部分和事實是有不符的 甚至我不加評論的 但是所有人合作都這麼滿意 為什麼這麼滿意呢 我當時就說這個狀況其實不理想 我現在看回當時他們還有一個承諾 就說你們不要太擔心 我們剪完六七的部分 那個視頻 我們讓你們兩位看看 我們很小心的 當時是2020年的6月 我們從約見到見面有兩個星期 我看不到導演 但是我說我們提出很大的擔心 當然他們這樣說給我們視頻看 我跟程先生說創作的我們是不應該加把嘴的 不過我們言責我們都應該做 但是我們都不是真的想看他的短片 就是說你弄成怎樣 我們只是覺得擔心而已 後來就過了兩年了 2020年5月10日 任監製找我 兩年沒見了 其實世界變得很重要 大家都離散 很多人都離散 他就說很久不見了 我想有話跟你說 那我們就聯絡上了 任監製正在一個 在外面的影展的巡影的路上 他就說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放心 因為石中英是人物 但是一來就是在四川那場 一來大家就知道他是左派的 所以大家會懂得看的 他很誠意的 我也很信任 當時我也看不到影片 他也沒有提供任何片段給我們看 他只是說這個場口 一看就知道是左派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我也不在溫哥華 我就去了美國做Research 在路上 所以從5月的10號我們通電話 然後到我真的看到影片 都兩個多月之後 我們收線之前他還有一個要求 他就說放心之後 他就說希望我和程先生不要說話 不要對這條片出來之後 不要發現 跟著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上門探訪程先生 我會去美國的L.A. 探親 三天而已 再遠我坐Uber都去探望他 我就跟程先生說 監製很有誠意 他很忙啊 這樣這麼遠都說來探望你 你看時間 如果不是通過電話就算了 大概就是這樣了 到現在多久呢 到現在我們已經11月 11月就是過了11月22日香港 我們沒有聯絡過 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什麼原因呢? 因為裡面的抗爭的部分 其他部分很觸動 很感人 鍾耀華的自白 這麼多細節做到這麼多心機 有這麼多抗爭者協助這條片的拍攝 這條片的細物和心思我們完全看到 但是當石中英整整橫在中間的27分鐘 我覺得那個感受就是太難過了 一直都不出聲 因為我們尊重這條片的這麼多的製作人參與者 到現在我想整個影展 可能去到今晚最近我們香港的 或者香港人最高期望的 已經陳奈樂定了 所以鍾Sir這樣建議我們 我覺得是有需要出來講回後面的故事 就是說他當時叫你不要發聲 目的就是因為都是想等一些對電影 或者背景未必看清楚的人 或者說對六七暴動的情況 就是你個人的觀點 或者你那個電影的背景 不會影響到大家的看法 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沒有詮釋他的意思 我想說我們當時的見面很信任的很坦誠 OK OK 今年五月的討論也都很信任 任監製說不用擔心是石中英 但是一出來就知道他是左派的了 我們用藝術的手法來表達 他的左派的形象不會是小的 但是沒有說到是平牌 沒有說到跟2019年的抗爭者平牌 沒有說到是矮化抗爭者到這樣的地步 當他平牌的技術問題我們稍後再說 但是講完這個部分 我始終覺得一個很辛苦做出來的製作 我們大家都分散在全球不同的地方 尊重製作、信任製作者 我想我們在這個行業都是這樣做 至於那個強調不要出聲 我猜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內容 比較熟悉的人物 我們如果不停去寫一些評論的文章 看見之後覺得很不安 我想這件事情不是很好 但是我確實在那裡之後的幾個月 不停在不同地方看過影片的人 跟我表達極大的不安 每一個人都很不安 然後甚至譴責 為什麼還不出來說話呢? 嗯嗯 我聽聽程祥長怎麼說 羅導演說了一些背景 說他這幾個月都比較靜的原因 程祥兄呢? 其實我都是差不多這樣的想法 因為既然知道他們是 我們周圍去參選 如果我們講出我們的不滿 或者我們對這段影片的質疑的時候呢 會不會影響別人參選呢?這樣 所以就是基於一方面尊重這個作者的成品 同時也不想影響別人去參選 所以既然他們提出我們 叫我們不要出聲 那我們就不出聲了 就是作為對他們一種尊重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都覺得要出聲呢? 就是因為看了你中sir的訪問 然後接著又看到顏先生 顏淳、顏淳先生的一篇文章 結果引來很多年輕世代的不滿 分別是攻擊你和攻擊你的顏先生 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了 就是說為什麼年長的人和年輕的人 對六、七這個環節會有這麼不同的看法呢?這樣 那我就覺得是時候我們都講講我們的看法了 我覺得就是這種將六、七和2019的抗爭 混淆起來的這個錯覺就一直會持續下去 所以為了對歷史事件做一個澄清呢? 我覺得我們是時候需要出聲了 我自己在10月20日看過這部電影 當然我聽兩位的說法 你們兩位都是從他作為歷史記錄的角度來看 就覺得譬如說選國、選六、石中英是很大的問題 或者說覺得將六、七暴動和2019、2014的事件並排 就不是很妥當 其實這一點我也有同感 我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第二個星期就在這個平台 就做了一個自己和自己說的一個評論 我也是說出這一點的 但是大家知道這部電影本身它都是... 很前途上它是用一個紀錄片的方式來... 在世人面前出現的 因為這次它參加這個金馬獎 都是參加這個最佳紀錄片的 它之前拿過另一個獎也是紀錄片的 但是我看完之後我就有感覺它似乎都不單純是紀錄片來的 它有一些劇情的元素的 包括了真的有些人物 尤其是有人扮演的 大家知道了 第二呢 有一些畫面 有一些段落 我自己個人覺得 都可能是有一些電影的元素在裡面的 比如說那個七三年流水下來的兩位老人家 一起去到這個山區那裡參加這個大會 叫好好的那個幕 那個幕很明顯就是想製造一個效果 讓人知道現實情況和質情的情況有點不同 或者說有這種電話我就不太記得 也都我自己不認為是一定有事實根據的 比如說在電影裡面 我之前扮演六七年輕罪犯 就是YP 各位年輕人 在六七拍完單張被人拘捕之後 曾經有些外國人威嚇他 這個可能是他的校長 可能是學校高層 可能是警官也不一定 那我以前就 我也接觸過少少六七的背景和一些事情 我還沒聽過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也是什麼人 但是他真的有電影元素 我有一次也有幸和其中一位監製交流過 他們說這部電影也是把電影的手法 帶入了一個紀錄片裡面 雖然是一個電影和這個紀錄片的混合 但是你們兩位剛才的評論 就是純粹從一個紀錄片的角度去看 覺得有點不妥當 這個我也說 我有同樣的憂慮 真的 我上一次的評論我也是這麼說的 但是你們兩位特別是羅導演 拍了一部很重要的紀錄片 你覺得紀錄片在記綴一些歷史事件的時候 有什麼原則是重要的呢 還有現在跟原則去講 你覺得這套 譬如這套 現在知道的 在紀錄歷史事件上面 有什麼地方你覺得特別是 你說得很憂慮 是令到你覺得是特別需要留意的呢? 是的 我的背景和一路工作的重點 我是新聞工作者 我用的媒介是用影像 所以我全部都是在新聞部去做事 我們做新聞的專輯 所以我們就很穩定的 所有事情都 如果有模擬片段 會寫著模擬片段 那個份量一定是輕的 如果非不得以用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去這樣理解紀錄片的 紀錄片到沒有辦法不用了 或者用Animation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一定很清楚那件事是假的 但是這條片 看得有很辛苦的部分 就是有很多模擬片段 還有導演自己把自己放進去 因為他人物很多 人物多到不得了 在真和假之間完全混在一起 譬如導演會 會跟被訪者或者演員說 你覺得香港是怎樣? 你覺得將來是怎樣? 但是你知道那個 所謂我們叫畫外音 大家聽不到的 其實我很留心聽 我看了兩次 我很留心聽 然後分辨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然後我是對2019 一路有跟拍的 就是我是一路很熟悉的現場 很熟悉的人物的 我都會覺得跟得很辛苦 譬如說去跳出來這樣 譬如說和方仲賢溝通 如果給我們一定要說 這個是一個奧演的聲音 分不了真和假 這條片在電影和紀錄片之間 電影任監製的另一個作品 叫做《白日青春》 今年是導演拿了最佳導演 而且劇本很好的 我看到這個電影出來之後 有熟悉香港的難民政策的人 記者是表示很不安 在Facebook裡面 他不是公開的 所以我不提他的名字 香港的難民政策 這些我以前在無線新聞部 是不能夠做的題目 用導演這個電影的手法做很好 巴基斯坦裔在香港的狀況 但是這個憂心的行家是什麼呢? 他說全香港這麼久 只有五個家庭是這種背景的 這個電影出來的時候 他擔心以後 大家就以為香港有很多很多這些難民 但是因為他用電影的形式 來表達 大家不會有這種期待 高的期待 不會引起爭議的 就覺得很開心 有一個這樣的作品 但是憂鬱之島 他要不停的強調 他是一個紀錄片 他參加一個項目的紀錄片 他在外面周圍走動的時候 紀錄片 我們就會對他的真實性 有一個高的期望 恰恰所有的東西都這麼嚴謹 但是用一個不停製造謊言的人 那些說詞在屈永賢這本書裡面 很詳細他自己都說過的 即是說石中英 然後在《中英街一部》這本書 後面他們的座談會 在2011年 整班一起找一班學者 電影工作者 就是趙崇基導演 就是講過的了 講過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還要白紙黑字下來的 石中英先生說 我們要做這件事一個了結 如果有一天 中央為這班人恢復名譽 但是香港社會大眾對六七依然是負面呢? 這樣就很難了 我們怎樣才可以把這個評價走向中間正常呢? 真是很大的工程 《中英街一號》的劇本 第321頁 列了他們座談會很清楚要的東西 所以我講的紀錄片就是 當我們去做一個人物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人物的真假 有100%的責任 要知道他說的東西是真的 不是現在的狀況 因為知道因為有很多人物 而中間的27分鐘這個人和反修例並列 我相信我們很多同溫層的朋友一看 就心裡很抽著 就是說我們看到某些場口 我看到那個929的場口 我親眼目擊一大班人被人撲出去 抓住所有人都暴動罪 我都很抽心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中間穿插的是石中英 在不同在過去10年所累積的各種謊言 一鋪個展層出來 特別是中英佳1號的頒獎勵 他所說的那些說話 就是屈永賢本書所寫的台詞來的 在不同的場合他都不停地說過 包括剛才阿鍾Sir你提的那些 很多人覺得質疑有發生這樣的事嗎 完全不求證地一照單傳收 我聽過導演提過 有人問他究竟警官的說法各樣東西 你的消息來源在哪裡? 石中英說的 即是說將別人說的說詞 所有不經篩選這樣用 這個不是一個紀錄片的做法 而且當那個混淆電影和紀錄片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受眾會有一個吸收就是 因為有很多的東西都是真的 刻刻有一個這樣橫在中間的27分鐘 是宣傳了十幾年的各種謊言 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同溫層對於有這麼多抗爭者 這麼多的歷史的元素在裡面 是會有很多情緒的反應的 包括我自己 我看到鍾耀華的分享 包括特別是片尾有這麼多現在在囚的代議士 或者是普通的一些市民、學生等等 所以在這個狀況裡面的後果 我想製作的時候製作人應該有一個預計的 更加何況是Peter在那裡 就是說大人在那裡 不只是一個年輕的導演在那裡 我就這麼說 這套戲本身當然它現在是三線紀錄片 但是它都是 我記得他們都很清楚講過 這個是一個有電影製作元素的一個片來的 事實上也要明白 用一個電影製作的方式來記錄歷史 或者重現歷史故事 在電影製作裡面有一種很常用的手法 那問題就是這次因為是把這個真人 和歷史事件 加上一個所謂電影製作元素而已 那我看回到時候一些回應 就對這種製作手法 表示得相當之欣賞的 甚至會說是很新穎、很有創意 那也有一些人會覺得 不是啊 你應該看得明白的 等於剛才你說的例子 看得明白的 因為一開始就是他 四川那裡那些奇的那個論述 然後裡面就埋了一些伏線 包括了又說 長毛說不要給他喝 喝了他會說真話 這些什麼 那其實這些會不會都能夠 解開這種這樣的憂慮 或者產生了一個平衡的效果 好 我在這裏請請請請請請請講 OK 首先我要強調 就是說對於一個不認識中英的人來講 那我的確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可能因為他不知道他是怎麼樣 但是對一個認識他很多年的人來講 中英的出現本身就是 帶有濃烈的平反六七暴動的一種氣息 其實石中英做這個工作 做這個平反工作已經是長達十幾年了 他當初都有找我幫忙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興趣一起做這個六七問題的研究 開始的時候我也覺得值得探討我這個問題 但是談了一談之後 我發現他的目的是為了平反 而不是說為了什麼還原歷史真相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跟著就跟他 就是 退避三社了 我就不參加他的活動 所以他的活動呢 就是十幾年的活動呢 我雖然沒有參加 但是我都跟得很具體 跟得很結核 這十幾年來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呢 包括做舞台劇 拍電影 製作一些歷史資料 製作一些歷史資料 然後就搞學術研究 然後捐錢給別人做這個資料庫 我都很細心地列了一個表 就是他這十幾年來所做過的事情 是呈現出來的 所以你如果不認識石中英呢 你會不感覺到他出現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對一個認識石中英的人來說呢 他的出現本身你就是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當時會打算找我呢 其實就是他有一次我參加一個他們的活動 我講出我自己對六七的真實的想法的時候呢 他們有一幫人就氣勢洶洶地走來質問我 質問我為什麼跟他們的立場會這麼共 而且是相當的粗暴 結果石中英在場見到我也不好意思 就說要擺鍋頭走這樣 就約了我和他們那幫人 一起吃頓飯這樣 其實是想溝通一下 大家不要那麼激烈這樣 短間呢 他們就問 他們就說 你坐過冤獄 我們又坐過冤獄 為什麼你對我坐冤獄 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這樣 你看到他們那幫人呢 是將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呢 是混為一談 那我就 那時候就開始感覺到他們 是想將我們社會上對 2014、2019的民眾的自發的運動呢 那個同情 去結社給他們那幫六七暴動的參與者 因為他們覺得六七暴動他們是 是沒有社會歧視 得不到社會的同情 所以很想將 六七 想將2014、2019年 學生的運動呢 社會上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呢 是折射給他們 就等於呢 他們想將社會上對我坐冤獄的同情呢 和支持呢 是折射給他們那些六七暴動坐冤獄的人 那就是那個性質完全是 將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呢 混為一談 所以我就很擔心呢 這麽多年來他們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盡量去將這個社會上對 對學生的支持 是轉頭去給他們 那我覺得呢 這個電影 涉及歷史話題的電影 可不可以有創作性呢 當然可以啦 但是問題 我覺得前提就是 你要對歷史的事實 有起碼的尊重 那現在呢 我在這套片裏 一屈之島呢 我完全看不到 他對歷史 對六七這個歷史 有起碼的尊重 他是 是將 兩種不同性質的運動呢 混為一談 而且通過了 獄中對話呢 一下子將 兩種不同性質的歪片呢 完全 那個 等同起來上來 通常變成呢 就變成了 會使得大家 模糊了 對六七的性質的理解 以為他都是 好像 2014、2019 香港民眾的抗爭 都是一種為理想 而站出來 何罪之有呢 這樣 我覺得呢 這個就是 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 電影你可以 天馬行兇任 你怎麼說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 要涉及到 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呢 就麻煩你對歷史 那個 那個 性質 是有一個深刻的了解 同時在你選國問題上面呢 你就要儘量避免一些 是富有爭議性的人 而且呢 不只是富有爭議性 你從他的track record 你看到呢 他是不斷是 在 在這個 平反 六七這個問題上面 做了很多功夫 如果你要把 石中英和幾代 香港人的抗爭 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試問 請問 導演你 放一聲 導演你 你石中英究竟在 2014、2019 的活動之中 去參與過什麼呢 不但他沒有參與 他 他組織的那個 六七農力 用拉大旗 參加 周庸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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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中的大遊行 是吧 他們還是很high 這樣 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後 他們又很high 說 阿姨 終於認回我們了 那你說 這個活動的性質 怎麼可以放在一起呢 放在一起呢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很失望 很失望 就是 程翔說這個呢 就 就是 都引起我 一些想法 因為我在 就是 十月底那次的評論裡面 呢 剛才我寫文章呢 我也講了一點 憂慮正面的 剛才程翔說那一點 就是說 我讀一次 就是那時候我就說 在 就是 跨世代 超時空的 肉中對談那一幕呢 我覺得是 我就是一個 對電子製作 不認識的人 或者 也不是參加 新聞工作的人 我覺得那一段呢 就是 最令我感到憂慮的 因為那裡呢 就是在牢房上 穿上了 巢衣 跨時空對談 一個 1967的YP 和一個 2019的YP對談 而這個2019的YP呢 就在扮演著 1967的YP 那這個問題 就讓那個 1967的YP 和2019的YP 就好像兩個人 是個式互調 兩個融為一體 這樣 再加上 就是在 片中的對話裡面 也都 石中英先生 也將他 和這位2019的YP 引為同調 那我也都 後來 我在文章裡寫了一點 我都說 其實我也留意到 石中英在2014、2019 兩次運動裡面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現在就知道 原來他曾經 拉隊去支持周庸 所以我 這個憂慮 我覺得都是 證明了 都是存在的 而事實上 11月初的時候 我有一次是 上去Sheffield 參加一個活動 之後呢 就和那幫青年的義工 都聊聊天 其中幾位呢 在倫敦 看了這個 一屈之道的放影 那我就問回他們 你們看完之後 覺得怎麼樣 那樣 那就真的 完全被我猜中了 第一 他們對石中英 完全不認識了 真的 我對石中英 也有一點點的認知 當然不夠你們兩位的心 我和石中英 也沒有交往過 但是你們兩位 真的交往過 但是我也知道 石中英的背景 所以我對他 在片中的說法 和他過去的行為 有一點點認知 所以對那個幕呢 我就反應 可能比較敏感一些 有人覺得 但是我也覺得 經過那次的 在11月初 去到Sheffield 和那幫義工聊天之後 我就更加引證了 我的想法是沒錯的 就是說 有很多年輕世代 對石中英不認識 到67報導 都不認識的話 真的會因為那段 而誤讀了 就是1967這段歷史的 那這個是真真實實存在的 我留意到 有部分較為年輕的 就是 就是在政壇上 都比較活躍的人士 都曾經在不同的場合 都提出過一些說法 就說 那個導演的心態都很失明的 我們都看得出的 大家 你們過累而已這樣 我都同意 有可能有部分人士 是會看得明白的 看得出的可能會 但是我就 到現在 我更加擔心 就看不出的人 會更多了 特別是年輕世代 所以我才覺得 這個是更加值得 我們繼續提出討論 那我覺得都對的 就是一套電影出來之後 就是 我個人覺得 我們可以對那個電影的製作手法 覺得很新穎 那套戲拍得很好 如果純粹是看一個故事的話 我覺得是很 很不錯的電影來的 我甚至都講過 如果你當這套是一套劇情片的話 那可能就會 就是 那個評價會完全不同了 那但是問題是 這套不是純粹是劇情片 但是它有劇情元素 那造成的效果呢 我就覺得真的 真的需要時候多一些 這類好像我們現在的討論 澄清一些事實 以及將一些背後的一些問題都提出來 當然大家投出的問題 我相信也有待製作團隊再去解答 但起碼他們應該知道 是有些憂慮和有這些問題的 那我想 就是持久關係 我想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套戲呢 就出現了 客觀也都 就是拍完了 也都開始放映了 也都 在世界各地都會播放 也都拿過一些獎 我相信 這個評價事實上也是不錯的 我也都覺得這套戲拍得真的不錯的 那但是既然有 剛才說到那些這麼多的問題 在選角上的問題 會被某些人 利用了這套戲 來去達到他們一些他們的政治目的 或者會 好像我的憂慮 會產生一些 就是 很嚴重的 誤讀的可能性 或者好像羅導演 他擔心 就是這個 就是把一個紀錄片的包裝 來去 包含了這麼多劇情 還有就是把那麼多 某些人的謊言 是用一個毫無批判這樣 展露出來 會引起很多問題 那現在的問題 大家知道都在這套戲 也會繼續播下去 雖然他暫時不能夠在香港播映 我相信 長遠來說 都一定有更多的香港朋友 會看到的 那兩位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在欣賞這套電影之餘 其實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來做 所謂的正視聘 或者說 將一些有可能引致的誤讀 盡量避免呢 我先講一下 我就這篇電影 我提供了一些背景資料 我提供了三份背景資料 一份就是中共怎麼否定六七暴動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中共自稱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 它很少否定自己的政策 但是刻刻在六七暴動這個問題上 它既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也都全面是否定 這個由文化大革命延伸到香港的六七暴動 他的說法 他的說法 他對六七暴動的說法 就是說 是想逼中央上馬 提前收回香港 那好吧 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和這個憂鬱之島 要突出香港三代人爭取自由 那件事是完全背道而前的 一個是我們香港人要爭取自由 一個是要斷送我們香港的自由 要求我們提前大陸化 好像澳門那樣 提前變成半個解放區 所以我覺得首先要 這套片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要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六七暴動是錯的 連中共自己本身都承認是錯的 此其一 第二就是要告訴大家 六七暴動和我們香港人2014、19 這段期間的抗爭 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 一個 剛才我講過 一個我們的抗爭是為了 要捍衛我們的自由 六七暴動是為了要斷送我們的自由 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絕對不可以混為一談的 第三我想跟大家說 這幾年來 隨著國內的形勢慢慢向左轉 使到習近平上台之後 香港開始有為這個文化大革命 就是這個洗白平反的跡象 所以這十幾年來我們看到 香港這些為六七暴動洗白和平反的勢頭 也都是越來越強烈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很細心很謹慎提防 有人種種的方法去為六七暴動洗白 所以我也是提供了這方面的背景資料 告訴大家 就是說要洗白平反六七暴動的人 用盡各種各類的方法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包括製作電影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小心有所識別 不如我和大家看看現在的平反去到什麼地步 這個就是現在的紀錄片 就是《六七回望》 其實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有十年了 現在他們剛剛在新光做 就不需要六七動力做了 就是其它的建制的團體主辦 建造業總工會 接著會說是有歷史學者的導讀 他們常常的導讀就是說 六七之後的房屋、教育的建設 是因為他們暴動 所以是得來的、得正來的 他們會混淆了 這個是靠他們這樣做 接著就大概兩個月之前 五月份 五月份嚴耗有大概一萬字的 他說的六七暴動的版本 接著在建制的平台上面 分了很多段不停地廣傳 裡面也熟口熟臉 也是石中英的團體 一直做的那些版本 嚴慕導演大家會知道 其實他不是做這些背景的 但是他現在做的是一種另外的說法 用香港機密、香港故事來講 《明報月刊》就是他們的平台 他們常常的重訪的東西 開研討會 全部都在那裡 《中英街1號》一部電影 就可以看到香港了 那個電影裡面的內容 當然是一個創作的成份 《中英街1號》 那裡根本就沒有死到 沒有死到左派的平民 是死了警察 是軍隊過來打人的 我記得這個平台有很多很多文章 特別是2017年有很多期 全部都是他們的文章 他們所有的YP在那裡坐在一起 就表示六、七暴動的研討會 然後他們每一個講話的說法 都變成了好像很權威那樣 沈旭輝教授的這本書 是他所工作的中大的亞太研究所 當時承接了他們這個project 收了100萬左右 就是開國際研討會用的 那當時他們的期望 希望將六、七暴動 他們當時的行為 跟法國六、八年的革命 和其他國際的那種左翼的行為相提並論 這本書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沈旭輝教授做的前面的罪言的最後 值得大家想一想的 他當時的話就是說 相信在六、七放炸彈製造動盪的人 和濫用法律程序製造冤肉的人 兩邊的人都沒有香港 沒有對香港人作出一個正式的道歉 所以到現在是沒有辦法做和解 我初初去接觸到這一幫六、七的少年犯 其實是因為看了威詠妍的這本書 很感人的 當時我覺得這麼慘 一幫少年犯他們的故事沒有被人聽到 那我就請威詠妍 當時威詠妍和現在是不同的 不是現在的狀態 就帶我進去認識他們 聽完他們的故事 再查證的時候 發覺這個說法和真實的情況很大出入 並不是我對他們的同情心少了 而是真實的情況 他們要用來平反的情況 總是講一些不講的 接著他們製造大量的作品 包括YP1967 在不同的地方用場地 每一次YP1967就是講少年犯的故事 他們去了英國的檔案館 去了很多地方 說的永遠只有一遍 就是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我們坐牢之後 這個生活受到影響 但是他們永遠不說他們參與了什麼 為什麼這樣的嚴窩 不會講中共的定性 不會將那個責任 歸咎於煽動他們出來的人 雙城記同樣是收了巨大的稿籌 來寫的一本書 和屈永賢和林超榮的《印象六七》 這本叫做《火石三書》 三本書 張家衛是我的前輩 他研究1967很早的 為什麼《分水嶺》可以做得這麼嚴謹的 《港大出版》 為什麼這本書整個時間線是不盡不實的呢? 是可以交給左派來寫它的時間線 為什麼最後一個章節的主角和事件 完全反過來的呢?同事實 我做了列表 做了五份報紙的分析 還有裏面《五美年》 為什麼它案發的時候 連位置、連時間都要模糊不清? 為什麼同樣的生活人、同樣的學者 當和石中英一起合作的時候 它出來的效果一定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大家沒有提到呢 就是《青年樂園》 《青年樂園》這一個 是他們六十週年的特刊 他們想去紀念當時的 他們祖年樂園的情況 講到好像《青年樂園》 是一個很中性、很溫和的刊物那樣 在電影裡面 一幫青嶺白淨的年輕小朋友 穿著名校的校服 坐在那裡看看報紙 《青年樂園》的左的程度 和《大公文匯》完全沒有分別 但是在電影的表達手法 大家拿著一個文宣 他們當時的東西 原來這樣就要坐牢嗎? 你又看看我又研究一下 這個等同和坐在那個監房裡面的場景 兩邊對話製造出來的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兩件事都差不多 他又文宣 我又文宣 我們大家都年輕 我們大家都為了這個社會走出來 然後大家都受到警察的過度武力 大家都是政治犯 我記得YP1967在香港走場的時候 我們當時找場地去做放映 不同的大學安排 可能有兩個月左右才能安排到 每一場剛好YP67都在我們前面的 然後主辦方會說給我們聽 來分享的人 很多時候是五美蓮或者其他人 他會自己形容說他等於黃之鋒和黃浩銘 是一樣的 他們一樣的愛香港所以走出來 就是說那個混淆視聽 是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為什麼我對石中英 作為這個電影的主要人物 現在變成整條片的主角 是一個很大的憂慮 我記得當時2020年我們見面的時候 那時是6月 最後我寫了一個長長的信 三個小時之後被兩位監製 告訴他們我非常憂慮 說完之後仍然很憂慮 主要我將他們和石中英直接溝通 一定見過他的ID這個圖片 放了10年了 就是他的假學歷 他這個假學歷放了10年都不會拿下來 最近才拿下來的 他是什麼呢? 他是林肯大學名譽教授 名譽博士、名譽教授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的副院長 這個名譽博士有什麼人有呢? 黃定光、盧文端、鄭耀堂 最近還有華記茶餐廳的楊觀華 這個博士的學位 這個名譽博士、名譽教授的學位需要給20萬 如果院士就給98萬 很多建制中人都有賣的 然後大家怎麼看到呢? 新聞刺針2019年有一集 叫做他們的榮譽學位 很廣傳的這一集 就是說這麼廣傳的一集 這一集是2019年出門的 放了十年了 我當時的結語講給兩位監製聽 大家要思考如果這條片用石中英 香港已經沉淪了 香港的手足負上很大的代價 我們的紀錄片如果是紀錄片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謊言 製造謊言的人 是一個由始至終用假學歷的人 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他不需要這些假學歷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然後這樣做一個主角 可以嗎? 當時也不知道他是一個主角 然後這個亞洲管理學院 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是什麼呢? 在溫哥華 其實他是一個傢俬店 然後這個林肯大學 在記者的查冊 其實他是一個商業大廈的一間律師樓 就是比霍佩帆更厲害 霍佩帆那間學校是校長的那間屋 但是石中英 後來竟然用真名 他有很多的真名 他沒有犯罪紀錄的 他八幾年移民的時候 他是拿到梁文正的 就是一個這麼多樣的謊言的製造者 做這條片的主角 大家想想 大家都很願意分享這條片 對他很有感受 對我們後代 一個電影放在那裡的時候 他是放在這個時空裡面 會造成一個怎樣的影響呢? 我很深的憂慮當時說了 事隔兩年半 我們才站出來說這個說話 我覺得我們對製作人沒有任何不敬 我們對於參與製作的所有人 我們表示很大的尊敬 他們的分享一定是很心痛的 但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在這個電影裡面 足不足夠成為大家的警惕呢?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我想這次的對盤會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澄清了很多在幕後 我們都不知道一些事情 當然我都說過 我對石中英所做的事情 有一點點概念 不過當然經過這次的討論之後 大家會更加清楚 我剛才就已經說到那三方面了 羅導演就更加是 因為對六七事件的研究這麼深 對於石中英人也研究這麼深 對於過去 他們怎麼洗白這件事 有這麼多的資料 所以對於這套戲能夠產生的一些誤導 甚至誤導的效果 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給大家去參考 我覺得當然這套戲 他也不是盡量以這個紀錄片來表示的 他也說過他是一個劇情片 他們是要呈現記憶 但是我也是說一句 如果呈現的記憶 是會令到大家對歷史事實的一些解讀 出現了扭曲的話 這種記憶的呈現 就會有一種很重要的歷史效果 也有很重要的解讀效果 所以我希望大家 欣賞這套電影的同事 我們可能有些人都會 仍然都覺得這套電影 這套戲是挺生命的 電影就是一個 序事的過程 一個人中頭 是有很多新鮮的 有很多特別的衝擊給觀眾 我相信都是 但是我相信今天 兩位提出的一些資料 以及提出的一些意見 都是有助於我們更加合理地解讀這套電影 也更加合理地認知 六七暴動的本質 以及今時今日 就是為什麼紀錄片 需要秉持一些怎樣的原則呢 我相信對大家也有些參考意義的 那時間所限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 首先謝謝劉導演 謝謝程強 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機會 有些這樣的座談會 可以講一講對不同事件的看法 今天再一次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